你们如何成为一头猪王 那你必须要跟我一样学会花钱 开局和线是要抢的 一血也是要送的 遇到这种不讲武的开局带辅助的 我们也要拉下猪脸 喊上五方蔡文姬 当猪八戒的回血 加上蔡文姬的回血 这简直是T0组合 这套组合不一定能打死对方 但对方一定打不死我们 堵的就是对方上头想打死我们 结果被我们打死 这里看到队友下来抓人 我们先假装清兵线 这太医躲到草里背上漏头 那我们直接封死他的退路 开局不讲武的 两个全攻我一个 现在就别怪我们四个单挑他一个 这俊已经夺在他里 还要上前失救 这么不想抛弃他的队友 那我们就送他和他一起回城 猪王的任务就是吸引他的注意 默默承受打伤 交给队友来收个人头 记住一头猪王 从不回头看结果 相信你的队友 你才能成为队伍里的king 队友的经济就是我们的经济 这里回到线上 对战镜的飞雷神 真的是毫无作用 除了能累我老猪一身汗 你还能干什么 这个时候 静也明显感觉到自己挂不动了 但是你想要跑 得为我老猪答不答应 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结果 只是不一样的人头 可以看出 我们已经在对抗路打出优势 对方没有人想给我们兑线 那我们就加着这条线打 一个刮纱师傅不够 又来一个刮纱的 两个人一起 也没见挂掉我的猪皮 敌人越是想跑 我们越不能放过他 收割掉金的人头 这居师傅还想操作 刀都挂烂了 也没见砍掉我一根猪毛 拿到优势之后 我们就来到龙孔打龙 这静师傅刚复活 就想再给我们送一个人头 还非常贴心的 等我们打完再上 这分明是友军 是我们派过去的卧底呀 兄弟们看在我老猪的面子上 麻烦动动小指头 给对面的静师傅点点举报 他刮了我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给我刮叔父 必须要扣打点幸运分 给他剪个差评 来到后期团战 猪王就是无敌的 人群中打了半天 还是依靠防御塔 才扣掉我一点点的血量 甚至有时候 打得还不如我回得多 这里他们以为我要走 我回身就是一个反打 直接将他们身上的血量 转移到我的身上 所以说在对抗路 送出一些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不敢继续对抗 无心看我的战绩 整场唯一送出去的人头 就是那一个人头 现在也是毫无意外的 推上了水晶 到了这里 老猪就没有什么动用了 适当的滑滑水 随便开机能上去踩两脚 也是毫无意外的 帮助队友拿下胜利 最后具有精证人头 我们就不要拿了 这么想待在泉水 那就不要出来了 看着我们推大水晶 是一种最大的折磨